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号 我们新眼光读经的范围 我们进入到诗篇的第91篇 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 主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影像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上帝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和独一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气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为亲眼看观看 简恶人招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近你 灾害也必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狮子和鬼蛇的身上 践踏哨撞狮子和大蛇 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如果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金安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主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 显明给他 这篇信息是一种 上帝给我们的宝藏 从世人祷告当中 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耶和华是他的保护者 我自己亲身经历好多次 上帝在我身上的保护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经历 不过这边我们要思考的 有一件事情 一个信主的人 爱主的基督徒 请问他一生当中 就会免于患难灾难吗 答案不是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能 还是会持续的 面临这个灾难 只不过这个灾难 不太像是 我们因为得罪上帝而来的 有可能他就是这样发生 就比方说 一个大地震 他所祸起的整个这个城市 难道都是坏人吗 或者一个火山爆发 把一座城给毁灭掉 这个城里面难道没有小孩子吗 我们刚才庞贝城挖出来的考古 就有许多让人感动的画面 一个小小婴孩被母亲怀抱在她的肚子里挖开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母亲是怎么样爱着自己的孩子 充分表现出这种牺牲的态度 但是私人在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是怎么样面对患难 而不是逃避患难 不可能的 怎么样面对患难 患难对基督徒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第一个 在患难当中 我们有权利经历上帝的保护 跟安慰 跟慈悲 灵敏是上帝的本性 他要搭救一切在患难中的人 这是神 祂的一个天性 华比书教育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棋子 大家都知道是下架 埃及人 从他身上生出了以斯玛利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继承 亚伯拉罕的后代一个重要的人物 没有 非得要从他自己的妻子 生出以斯玛出来 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正式的后裔 好 这个时候 夏甲 本来看见他自己的主人的夫人 不会生小孩 有那么一点点的排斥他 后来看见以斯玛生出来了 他的地位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被赶出家门 真的被迫赶出家门 在旷野这样行走 没有水就放声大哭 跪在那边 他就放声大哭说 我不忍见孩子死 可是就这个时候上帝出手 大救他 使他看见前面有一口水井 这个时候他有水 他可以喝 他不会死 我们在这边看见上帝依然 大救在他的身上 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 有开始不认识 这个 约瑟或者是耶和尔上帝的王 法老继任 就将苦功架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哀哭了 哀声达到上帝的面前 神就出手大救 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不要再做奴隶 这是整卷出埃及记的一个背景 这个出发点就是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慈悲 约瑟圣经《撒摩尔记》上记载 撒摩尔的这个母亲 叫哈纳 她的丈夫很爱她 可是她没有声誉 没有能力 她就心里愁苦 天天到圣殿祷告 神出手大救 给予她一个小孩 撒摩尔 哈纳非常的喜乐 当孩子出生 没有几天就带到圣殿去 奉献给耶和尔上帝 说以后这个孩子 要来侍奉着你 哈纳以后陆续生了六个孩子 她献上帝 撒摩尔给上帝使用 你看见神是大救的神 上帝 慈悲是上帝一个天性一样 那么第二个呢 当上帝安慰人之后 他也要我们用这样的态度 去安慰那些遭遇患难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够用神所吃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遭遭到患难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这边启示我们说 一个蒙恩者 有责任去分享恩典 这是上帝一贯做事的法则 他总是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去传给另外的人 做一个传递者 分享者 流通者 让恩典透过这个方式 传递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这个世界需要爱 这个世界需要温暖 而并非我做 我变成一个恩典的终结者 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一个人 刘霞大家都认识在台湾 伊甸园的一个创始者 他本身是个残疾 他一开始的时候看见自己身体 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患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十六岁的时候他信主了 在生命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他就开始转 不只是说不会抱怨自己的身份 而是怎么样用这个身份去帮助别人 以后他在1982年成立的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本身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传达福音 一个是福利 他长而不费向生命挑战 他用自己的故事去告诉其他身障的人 每一个人神都可以使用 患难使我们不靠自己 患难叫我们靠死而复活的上帝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请愿我们这一年每一个人 我们不是故意去创造患难 而是说如果神允许患难在我们的身上 请你不要刻意去拒绝抱怨他 而是在这过程当中学习与神同行 你并且可以转换 从这患难当中得到的教导 跟第一种经历 成为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故事 你要成为一个传达者 爱跟一个温暖的一个传达者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